華人群常常穿上的黑皮衣 但是五月來台灣的時候 熱得不得了 為什麼他在南港長遠館 可以穿得住這個皮衣 現在有人揭秘 原來現場本來他們規定 冷氣要必須開到26度以上 不能更冷 要節電 但為了配合他穿皮衣 所以他們相關人等 就拜託我們主辦單位 可不可以開到降到18度 不得了 你要在這些公開場合 降到18度 那還得花多少的電 但是經濟部這個說 配合就配合 這麼重要的人說要18度 我們立刻配合他 美花立刻配合他 他其實這部招牌外套 其實是名牌 一件要28萬 但是在蝦皮上面有說 標榜說跟黃仁星一樣帥 只要1750塊 很多各種相關的款式 他跟左闊婆 其實在美國的時候 在丹佛兩個人演講的時候 丹佛當地當時也是高溫 但是他一樣也是穿著這個皮衣 所以可能在會場 也是要求他18度 可能到哪通通都要18度 不過朱立倫現在下達軍令 因為反制霸樑拆樑成功之後 朱立倫變得聲量突然大起來 動作很多 因為明年要選黨主席了 他下軍令 台電2000億的補助 絕對不能過 太離譜了 大家要付9000塊 他的聲量 他的聲音突然大起來 不過他的聲量可能大不過 經濟部長郭智輝 我們的郭部長真的話題不斷 他自己也承認說他本來講 菲律賓去買綠電 在那邊把它輸回來 有問題 因為華底電纜 光是我們台灣自己的電纜線 每年就有3.5的損率了 海底的還高達33% 所以很多專家都不行 但明天立委已經抓狂了 包括林黛化說 包括新世青的石化廠 拍板定案到後來整個討論 花了8年的時間 新內閣郭智輝一上來 一句話就要把他送到呂宋島 太離譜了 很多人抓狂 連郭國文也是名字長立委 也是罵他 你狀況外 你根本天馬行空 郭智輝後來被大家砲轟 說對不起 我真的有時候會忘記 我已經不是董事長了 我都還以為我自己是董事長這樣 他會謹言盛行 但他不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剛剛講到總預算 許智傑嗆 要罷掉六位的藍尾 很嗆 大家以為差異沒有成功 他們會刺氣比較低落一點 但沒有想 沒有 他繼續嗆 葉源氏罵他說 你躲在森綠選區說幹話 有種就來板橋選 然後許智傑說 你是諷刺柯智恩嗎 板橋選輸了就跑去高雄 請教委員 許智傑委員他有講他的個人意見 我跟大家講 我判斷明年二月 根本不會有大罷免 對 因為現在看藍綠的主政 國民黨中央 民進黨中央 都看起來沒有要做這個事 都消掉了 你又常講說這種事情 這樣這不是健康的 而且把它罷掉以後 這不是常態 所以秘書長林又昌 至少現在的說法 大概講說 基隆罷免案之前的講法 不是這樣 但至少他現在是這樣的講法 國民黨主席朱律元 今天講說 家和萬事新 我們才沒有要什麼 獵殺二十個律位 他既然兩邊的黨的高層 都沒有這個想法 明年怎麼弄得起來 結果現在謝國良 一句話一言中了 他說罷免到我為止 真的可能到他為止了 第二個 郭智慧他說他不是 侮辱從你的小白兔我怎麼看都像是 因為二十幾年前有個中裁 也是一樣 當董事長的時候就瞎爬 可是到立法院以後 一到修羅場發現說變屠宰場 什麼委員問什麼 我怎麼每一句回答都失言 很簡單的 觀眾朋友也不常見 就部長自己的發言 當天上了那個三大報的兩大報 昨天中時聯合都是這個說法 到中午我也已經說 對不起 我錯了 我講錯了 很少見的 然後經濟部還要發三點 來幫這個部長 來這個緩和一下 不要講打臉 林戴話講的就是這個 林戴話意思說 你要去旅宋島 那我們爭取那麼多年的高雄新世青 會不會就沒有辦法了 你知道經濟部昨天的第二點 就是講這個 不就算要去 也不會影響我們本來的 那個設廠計畫 第二個 國際之間 我們當然知道 從新加坡到澳洲的四千多公里 那個最遠的正在蓋 以及已經蓋好的 那個英國到挪威的 但是你就沒有要說 你講太快 有講到NIT就會出問題 那最後我講黃仁勳 18度是他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見過黃仁勳 有機會的話 澳洲有訪問他 你可以問他 林戴你比較有機會 因為他是 他是這個就是NVIDIA 是AI的 其實如果你知道到那種 常常有這個機房電 還有我們這個電視台攝影機 溫度要低 他可能常進出這些地方 所以要穿那個皮衣 可是他要求18度 他就這樣說 不然我們都是26度 他穿皮衣是有原因的 對 他們阿公以前在水仙間 那邊就是專門做皮衣 中國台女的阿公 阿公的關係 他媽媽的爸爸 你剛剛講到台南 台南光電的避案 郭蔡清30萬元交保 這個業者陳陽 光電負責人蔡清旭 還有包括他的姐姐蔡月娥 他們有被指控有詐欺銀行 所以他們是被羈押 禁見的 這個郭蔡清又30萬元交保 黃偉哲的責任到底是如何 因為現在大家在咬他 立揚的負責人 他透過這個關係找到了 土大器 去拜會黃偉哲之後 後來居然一路就開始開綠燈了 大家講說黃偉哲你到底有沒有問題 後來當時包括陳凱玲 全台灣最色的局長 他就說是上級交辦的 後來黃偉哲高雄台南市政府 就說沒有 我們這個公文 下面寫得很清楚 是陳凱玲帶為覺醒的 但是有人講說 你這樣子雖然是帶為覺醒 但你收都沒收 查都沒查 跟柯文哲帶一差這麼多 然後羅志強有爆料另外一個 大家也覺得不可思議的 德國的廠商達德能源 他拿到了我們雲能封廠的 百分之百的股權 但得標之後 陸陸續續的把他的股份釋出 到2022年5月的時候 居然是完全歸零 大家講說這不就割韭菜嗎 韭菜是誰 就政府 我們人民百姓 完全是獲利了結 羅志強還爆料一件事情 他除了有懲罰性的違約金 19億元之外 他的店沒有到 所以要懲罰他 補助就會變少 所以一算下來要賠410萬 但最後經濟部只有罰他3億元 等於圖利他400億 那經濟部司令 不過今天就有講說 我們是有同意他這樣的事故的 以及我們會議裡面 沒有寫到400億的罰款 不過這是文字遊戲 請教論教兄 我在這個節目 還有在偉安兄訪問 我都跟大家講過 你們再回想一下 今天辦這個案子 總算辦了 這是一個起頭而已 我說這個光電 他們為什麼是掏空 空手掏白狼為什麼 拿的都是我們的錢 因為這個農地長久 他是不用繳稅的 尤其是在105年以前持有的 沒有所謂房地二合一 所以你報得多高 實價登錄 譬如說我買1億 實價登錄報3億 報3億的話可以借多少 可以借2億4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銀行就放 因為你有台電的合約20年 所以我這個錢借給你 我不會倒 我從你20年我可以攤還 我算一算 我就可以借給你 我說多久 現在中盛辦 我在總執行也講了 那只有這個案嗎 其他的 那這些土地 郭再興為什麼交保 因為他不是行為 等於是我土地 我的土地是賣給你 是你跟銀行借的 你知道嗎 你買我的土地 我當然就讓你陳凱琳這邊 開綠燈 你可以拿到這個籌備證明 整套就是這樣 那之前他土利91億 陳凱琳被關的是另外一個案子 但是起訴的 去年起訴那個是土利91億 那個就是郭再興 整個土利91億 那就是立揚 另外陳揚這邊 他這邊是辦土地 立揚他是沒有辦土地 還有包括雲豹 包括其他的這些600多個光電案的 土地買賣的 銀行怎麼借錢的 你怎麼搬錢的 那都是我們的錢 對不對 所以今天才開始辦 那其他的 左院長你說其他都 我知道有問題 你告訴我 我知道有問題 今天辦一個案 給你按一個讚 黃偉哲有沒有問題 問賴清德 清德兄你不會不知道 那辦到為什麼陳凱琳 從那一天在看守所 移轉到監疫那一天 他要自己割三下 他拿一開關那就割 為什麼 因為他第二案起訴 他本來想說 他是二神 我告他那個案子判八年 改六年辦的時候 二神沒有定業他可以上訴 結果他為什麼不上訴 他放棄上訴 就是我來執行六年辦 所以就從看守所移到監疫 那一天剛好那一天 檢察官又把他另案起訴 他本來是說 我到監疫執行的話 我可以到外醫間 有另案就不能了 然後割就是說 因為那個案不是他一個人 土地九十一億 怎麼是一個局長 可以隻手遮天 他在割給誰看 上面的人 好 那你們要不要 給我照顧加囂 要給我照顧好 那到底是不是是 善其交拜 以及這個公文寫說 是戴維覺醒的 他都講這樣了 那檢察官就是認為 你覺醒就是你 檢察官可以認定這樣 可是柯P的案子 你為什麼不認定說 他下面只覺醒的 對不對 那能不能辦 就要看賴清德的 一個人的態度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